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在自己经营的贸易公司 刚好出现很困难的阶段 我接触到了爱多美 在经营贸易公司的时候 面临财务危机 有一段时间 连租金和行政费用 都没有办法支付 我用了保单直押贷款 也维持不了几个月 后来我母亲用房子 贷款了新台币100万 来资助我 度过难关了 但是面对人生的下一步 还是充满了茫然和无力感 直到遇见爱多美 才让我的人生有了大转机 第一次听完 董事长生涯规划的课程 我自己非常清楚 这肯定是一个具体 而有效的成功方法 虽然会觉得很害怕 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 还有完全不知道方向的目标感 但是我还是仔细地思考 把它一项一项地写下来 然后去完成它 一项一项地朝着目标去达成了 因为我想人生的剧本要由自己来写 我也想当自己生命中最佳女主角 过去因为工作的需求 我自己本身一直都是拥有两部车 但是其实我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品牌 为什么要有两部车 是因为万一有一部去保养 或是故障的时候 至少还有一部备用车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朝着目标慢慢地迈进 终于我在一年之后 真的完成了我第一部的阶段性目标 在之前我就有一个三十几坪的房子 做爱多美的时候 有一天我经过一个高楼层六十八坪的建案 我对它情有独钟 我就想我应该要拥有它 所以我就开始做计划 在一年之后我就达成了 以前经营贸易公司的时候 就常常觉得资金很短处 想要用钱就觉得要考虑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做了爱多美之后呢 因为奖金你还没有用完 几乎下一笔又来了 然后就觉得有更多的金钱 可以满足自己的所有的生活所需 还有可以有更多的金钱 可以去协助更多的人 我有五个兄弟姐妹 我是家里的长女 照顾家人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但是之前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 经营了爱多美之后 我提供家人所有的爱多美产品 包含家里的聚餐 旅游的费用也都由我来提供 因为有爱多美 我的家人也都变幸福了 我曾经在一个关怀协会中发现 某人家里有人过世了 可是却没有钱可以去安葬 然后也见过很多的独居老人 无依无靠的 连死了都没有人关注 也有很多的儿童被弃养了 在过去我的力量薄弱 我能够捐款的数量比较小 经营爱多美之后 现在的我可以有更多的金钱和力量 可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有人问我 生涯规划是什么 我会说那是一份圆梦的计划书 书中有现在有未来 但所有的一切都为了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协助更多的人在爱多美圆梦 爱多美不再只是一间传销公司 它正在改变传销的历史 我遇见了爱多美 我选择了爱多美当我的终点站 今日我以爱多美为荣 明日爱多美肯定以我为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订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